容竹兒睽違6年再度推出國語專輯25號出席發布會 眼睛的大家發現竹兒的普通話進步好多啊 他透露秘訣是這個 我覺得是這個專輯給我的一個很大的收穫 還有就是演技攻略給我的收穫 因為這段時間真的是除了在錄國語專輯之外 就花了差不多一個多月的時間看電視劇 然後你在過程裡面其實我自己會飾演不同的角色來練他們的對白 這個非常重要的是這輩子我守候你 但是下一輩子就輪到你了 這輩子我守著你已經守夠了 下輩子可不可以換你守著我 竹兒姐姐真的是有87分像啊 而在這個活動過程中唱片公司還給了超大的驚喜 送上儀式的恩師羅文的一段話 利用後製技術完美呈現讓她現場淚崩 做一個女朋友裡面 我一點都沒有浪費時間 做了很多不同的嘗試 人生只有幾十年而已 同一個時間是去過了 你想回頭是不會翻頭的 好感動 好感動 我覺得有時候就不喜歡那麼的常常流淚 就好像一個打籃包怎麼講 就是常常都愛哭鬼 愛哭包咯 但是心裡面總是有一種 有一個位置留給老師 恩師的位置誰都不能取代的 在這個感動下 我們還是恭喜竹兒再出擊啦